高空坠粪,各种粪便每天从天而降,楼底商户苦不堪言物业,在玉宇路开美发店的市民左女士投诉,趁他家店铺在这三、四个月以来,频繁遭到高空坠物的袭击,而这丢下来的东西还是很恶心的污秽物,这让楼下做生意地老板和过路的行人们很糟心。 左女士告诉我们说,这满地粪便都是从商铺上面的居民楼上扔下来的不但恶心,还暂发出浓烈的臭味,这种行为已持续了三四个月附近商铺的生意都因此受到了影响。 那么,究竟是什么人会从高空抛粪便?那左女士和其他商家表示,他们也曾经常试着观察寻找线索,可是这人抛下会晤的时间很不规律, 白天晚上都在扔他们也不可能总是放着生意不顾去盯着楼上,为了了解更多情况,记者也是找到了小区物业小区物业经理燕先生,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接到过多次举报,甚至还专门把摄像头对准商户楼上进行过拍摄, 可由于这是二十多层高的电梯公寓,监控画面根本看不清到底是谁扔了东西燕先生,说,物业对此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,只有加强宣传劝业主们自觉, 可是在物业贴了告时劝大家闻名养狗,拒绝高空抛物甚至里次到业主门家中上门打招呼后,还是有人在顶峰作案。 随后,记者也把情况反映给了小区所属的东坡路社区,军委会主任表示他们将和物业联合争取早点把人找到。